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 现在都已经不重要 现在最重要的是能够讲到肉脏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战国有七雄 这战国七雄就是秦 楚 齐 焉 赵 魏 韩 这七个主要的国家 那楚国与六国语言不同 被周天子视为蛮族 但楚一直力争上游 想加入文明的集团 但是中原国家却逐渐礼乐败坏 而征战不休 战国时代 大家征战不休 但是楚国却一直在力争上游 这就是战国七雄那时候的状况 那这个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 屈原是战国时代楚国人 我们要知道战国时代的楚国是疆域最大的国家 他的疆域比六国看起来是还要大 那屈原是战国时代的楚国人 忠心爱国 无奈楚王却听信奸诚的话 屈原感到很失望 就投蜜罗江致敬 一个忠心耿耿的人 他讲话没有人听 后来他就投江致敬 这个绝对不是天蝎座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星座 我搞不清楚 屈原投江之后 居民为了不让屈原的尸体被鱼虾吃掉 所以在江里投下许多竹叶包裹的种子 并且静香划船 希望找到屈原的尸体 这个划船的这个习俗 后来就演变成赛龙洲 那为什么会赛龙洲 是因为南方的民族到了北方 因为南方有这个龙 什么叫龙 就是蛇 比较大的蟒蛇之类的 很像龙 所以南方的民族都说他是龙的传人 但是这些人后来北上到了北方 他自称龙的传人 但是后来因为战乱的关系 北方的这批人又南迁到江南来 所以还是保留了这个龙的传人的后代 所讲的 所以后来才演变成赛龙洲 那这个华龙洲台语叫做个灵准 因为华读作歌 读作歌 这叫有编读编 汉朝以前 但是他是动词读去生 歌变个 所以变成个灵准 个灵准 那这个舟就是船 但是舟他是大概是能够搭载两个人 你看舟那个字 前面一个人 后面一个人 中间一条横竿 这个我们早期的船 小船就是能够坐两个人 但是台语的那个船这个字 你可以看一下船是一个舟 旁边有人说是八个口 八口就是八个人 所以他算是比较大的船 大的舟叫船 在西岸阳雄方言里面这个舟 他有写 他说自观而西 位之船 自观而东 后位之舟 后位之航 所以我们说航行 航行 那个航 其实他就是船在走的意思 叫航行 所以舟 船 航 都是船的意思 那这个华龙舟 台语也可以读坐 别领准 这个别 这个有一个手在一个发 这个字读坐 别 别领准 为什么用别领准 是因为他用讲 爬水使船前进 叫 别领准 这样你了解了吗 所以我们说手扒鸡 用手来拼 那些鸡 拼鸡来拼开 再来吃 别领准 拼 没太干 别领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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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端午节要吃粽子 这个粽 这个字 一个米再一个粽 这个粽就是主的意思 主要的主 就是说 这个粽主要就是用米所做成的 所以它是用糯米蒸煮 以竹叶包裹而成 主要原料是米 故称粽 若里面的馅料包上猪肉等馅料称为肉粽 那这里的糯米 台语叫做准米 这个准米要这样写 准米 那我们包粽子那个粽叶 有的人叫做葬虚 有的人叫葬蛤 葬蛤就是这样写 那用来包肉粽的竹叶 或者叫做粽叶 叫葬虚 这个叶跟这个霞 这两个字是同意附词 葬蛤和葬虚 俗意说 无吃五月粽 葬虚五月粽 因为过了端午节以后 天气就越来越炎热 我们的夹克就可以拿去收起来了 所以要买吃到五月粽 葬虚五月粽 这是俗意 那端午节又称正午节 因为端就是正的意思 端正端正 端午节叫正午节 由于在五月又称五月节 另外端午节又有吃肉粽的习俗 又称肉粽节 肉粽节 谢谢 我们要感谢屈原 人家说 淋水俗完头 吃粵子拜求头 你我要感谢屈原 今年年假四天 望楼的朋友 爱笑四年 请不可以买送酒祝赛 我们不可以认屈原 买送的祝赛 但是我们要感谢屈原 因为祝赛 我们叫肉粽堂酱 不可以因为感谢这粮祝赛 来吃肉粽 但是我们要爱笑四年 不可以买送酒祝赛 那屈原的屈原 汉朝以前读音是出出馆 屈原读作出馆 读书人读作出馆 但是白维音念作出馆 这就是上古汉语有边读边的特色 但自从隋唐之后 屈就读作 屈原 入生字 屈原的后代 我在2019年左右 1819年左右 有到过厦门 在厦门遇见屈原的后代 那他的皮肤相当白皙 且发音方式与闽南语显著不同 那到底哪一族 今已不得而知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那个是写错了 的一件事好了 他跟闽南语的汉语族群不同 他属于克或是月族 那为什么我会说他属于克或月族 因为楚王有一个叫熊通 那这个熊通 我们可以知道像熊吕羊小姐 熊吕羊小姐他也是属于克族 克家 所以我们在推测他属于克家 但是为什么又说他是月族 也有可能是月族 是因为在西汉羊雄方言的第一卷第一条里面 楚国的方言里面有两种知道的意思 有两种文字 一个叫做动 就是懂不懂的动 一个是跳 就是知晓的小 那知晓的小跟台语 闽南语是一致的 但是这个动 现在那个粤语还在使用 所以这个楚国的族群 我个人认为如果不是克族就是月族 那第三个就是百月民族 那百月民族跟月族 其实是有点雷同 所以我就不再赘述 今天晚上谢谢收看 谢谢 多谢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